大家好,回到即時攻略這個環節 繼續我和Stanley在這裡 市場繼續強勢 剛才升432點,182點 國企指數升158點,6431點 戴市成交734點 成交維持到,沒有北水 繼續強勢 一望一望,郵邦說3% 60元都來,59個勞伴 騰訊那些都在低高 騰訊升3.5% 媽媽8升大2.5% 全部差不多是低高的位置 市場都繼續維持 果然真是,黑勢不由人 不斷爆上去 聰澤7500,何時進入 今天我剛才也看到卵商那些資訊 一面倒流入淡倉 都很正常 2600多點 如果你這麼多個月 3個月 但是阿聰就不要心急著 雖然我自己也覺得市場 你開入在上的空間不多 但是無謂博轉 因為始終這些市況之下 叫做 立暖的叫做開插 可以做很淡 那個市 這下的聲勢 我們已經等它覺得 開始的聲勢開始叫做 升不起來 那時候才會插插 現在 我勢得這麼厲害 而且成績力這麼大 似乎要開插 有些難度 無謂叫做市場升上去的時間 無謂升的時候去接 不要說不要做這件事 那我先等一等 那些紅症呢 我看到樓上還有幾檔呢 都多一些旗子張數 我猜大家都是 那個慢慢會推 即是叫做淡症也好 會縮 就是要慢慢 叫做越近那些 就會縮 然後可能會越爬越高 但是市場的走勢 仍然是這樣的時間 無謂 不要做一些 逆過市的行動 真的不要做 對了 這個問題很想問 沒有北水 成交都OK 是不是外資落場 似是 短炒是怎樣 因為你會短炒還是長 SKU 不肯定 你會短炒還是能持長壯 我如果是外資 我想我都不會 我想我未必已入手 其實不是才入手 所以在這刻要入場的話 純粹我覺得是 要不要看見很樂觀 生活資質很好 如果不是的話 純粹短炒 等下星期回來的時間 可能是一些北水 可能是接貨或是怎樣的情況 現在的情況 如果以今天來算 整個市的氣氛是OK的 因為整個率是真的大的 但是升什麼呢 是不是升近晚的時間 因為聯儲局方面 叫做不加息呢 是不是這樣東西呢 那我真的都不敢說 但是市現在基本上不是說到今天升了 你算是上星期打貨之前的時間 已經升了上來 你只可以說 那些資金可能就是 叫做月初的時間 可能又叫做入定些貨 但是這一下升勢是否能夠 不過那句話 我真的信心不特別大 只不過市就等它真的 可能有些逆轉的時間 才開始做淡倉 現在這一刻就寧願不入市也好 也不要太寧願做一些投入的東西 寧願可能不說一下就算了 是的 會不會 我不知道現在想半年結是不是都太遠了 都兩個月 還有四天 不會這麼快趕著了 半年結都不特別關事 會不會再夾高 或者在這些位置半年結都挺好看的 呃 又不會的 只要你現在五月份而已 就有兩個月的時間 你試煉怎麼都會 我想怎麼都會有些波幅吧 嗯 但是只不過就現在 就是 好像Tony所說 不遂回歸當日的時間 就可能是開闆 可能比較好一點 因為看看到時候 大家是一起推上去 還是大家開始 會叫各位可能減一減榜 但是現在 現在今天或者明天的時間 就無謂做這些動作住 嗯 寧願先先看好一點 這樣會好一點 好 那忍多一天半吧 阿聰 就是7500 是的 阿聰 不要那麼深刻住 始終市 現在這個位置 就是你會說 會清多 當然 我覺得 升幅上來計算 空間有限 但是這些事真是很難說 等於這一旦 你說突然之間 可能有 就是叫做 再加上去的時間 可能加多 2、3、8點上去 其實那個事 可能那個氣氛 再進一步離好的時候 再衝也都真的不出奇 所以無謂做這件事 因為現在我相信 經過這幾天的聲勢之後 大家應該 開始有些朋友 會覺得 咦 我真的沒有課 是不是真的要跟著衝呢 因為 我想有些什麼 都不出奇 有些人都真的不出奇 而且真的會做 我想 不要只想 會做 所以真是無謂 這些事況之下 寧願 寧願不會那麼 手多好過 嗯 那些內房費還可以走 960也有7% 是啊 有走一下內房股 688 所以我都說 其實上禮拜前的時間 我都說 要接駁的內房 沒有不行的 少少玩一下 沒有壞 但是現在就不打算了 算了 五窮六絕 暫時沒有適合 完全沒有人說這件事 是啊 我寫的都免得寫 我都忘記了 免得寫這件事 我都忘記了 我都忘記了這件事 賭勝重的追貨 阿力你追不追貨 你 我真是都算 是否賭光了 我都不知道 我純粹是想追貨之前輸的 少少少 短炒 即是沒得說 我都是不短炒 所以有幫是一個很特殊的例子 真是 算了 算了 有幫現在也不錯 眼力不追 眼力不追 等一下 阿明說那些電車股 那些股 是很厲害 因為未來出現了一條數 大家覺得它好像很厲害 很厲害 不如升上來 還有 漁炎也挺有趣的 我都在想一個情況 當昨天的時間 看到這些車企 加加出來的數 都好像有 比阿迪那些賣車量好像 好像有三成、四成 然後好像未來的這些 好像說很厲害 一團倍 你想小朋友這個差一點 但是我在想 每一間都這麼厲害的時間 那 你內地那個 上個月公佈出來的 類似電動車 那些數字 和增速 又沒有這麼誇張 因為這件事沒有 其實你想想 當你計算數的時候 你當電動車的市場 可能增長10% 但是每一間公司 都增長這麼多的時候 那哪一間輸 哪一間是哪一間比較差 那我一些 想不通 但是算了 就是這一批的 夜汽車板塊 可以這麼說 數字上是漂亮的 但是是不是真的賺到錢 因為說真的 你說買車買得好 是不是真的賺到錢 真的是兩件事 是 如果你說 買得好 賺不到錢的話 那也不會太大幫助 所以沒有這些車股 我都是算的 不特別 不會想 因為車股其實有一點都可以說 就是你賭的行業本身 可能那個增長也好 或者公司的利潤方面 可能那個比喻是買燈改善的 像小米這些 你說去賣車買得好 賣七千多架 但是你想想 當時全銀是一架要虧錢 是 你想想買得多的時間 買得多 虧得多 是不是一件好事呢 看你怎樣去看這件事 嗯嗯嗯 真的 嗯嗯 好 那忍多一半是 不是啊 這個來的問題 這個就是那件事說 可能升的時間又不敢追 但是等於到跌的時候又不敢買 這個 這個好像是 都是一個 就是叫做股票市場裏面 一個很經常發生的事情 是 但是只不過就是 你說港股這邊你升上去 你的信心是不是很足夠 嗯 我自問真的不是很足夠 我只可以說有些貨底的 那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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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拿了 那些貨上升了上去的時間 那些不可能減一下磅 但是我寧願有彈藥的話 我寧願去賣其他東西 嗯 你的意思是轉另一個市場 還是 都是賣美股的 都是會這樣轉 就是可能轉過去 港股還有沒有什麼股份 有投資價值 其實 或者我純粹有 其實我覺得有 我覺得每個人的看法真的不同 就是你問我自己 如果你是想找一些東西 用來擺放的話 好像 不是很多東西買得下手 那麼 阿力 阿通尼說的約明系 是的 那麼 約明系很發的 很錯的 但是你可不可 他們這些 真的叫做升上去的時間是很厲害的 但是你買不買 嗯 是的 那麼約明的業績 其實我看起來就不特別 就是2359 那麼業績是有影響的 就是我之前的時間 說美國那件事 是應該有影響的 但是你看看那些行人就說 不是太擔心 不怕 那麼 那你怎樣看法 那麼今天都升了多的 升上去升上去 升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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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這些你博不博 這些就 你看圖都 都好像想 爭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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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2359 但是你真的這些 你不會買 嗯 嗯 那些圖是漂亮的 那它慢慢繞上去 是你這漂亮的圖 但是這些位置不追就算了 是 三中全會 繼續移動 現在7月召開 有沒有一些憧憬 沒有什麼 現在 你講7月開 都好像太前了 Kelvin 其實你 你剛才你說 剛剛正常局會議 開完之後 說內房的東西比較多 內房升 這樣都合理一點 你覺得9、5、4月 是吧 是啊 你覺得對的 那些 中美風險那些 就算了 那些 那些情況就是說 你不受控 就是有什麼消息的時間 你根本上都掌握不了 這些就是無謂 你稍後稍後的時間 你又發現到的情況就是說 其實你還有什麼股可以買 可以這樣加一加的時候 那些股份你不會追的了 就好像 ATM這一堆 你追不追 如果想說HOW的話 有隻網易真的要落後 那 你問什麼網易 網易我覺得現在真的要落後 網易 甚至乎百度 都落後的 但是你真的要等 等到市 肯炒這些落後的 就是要追 追回這些落後的股份時間 才可以走到 嘩 亂想 9888 繞回底上來 又是去到106 107 對 前高 對 又是上不去 對 所以這句話是 落後的 四圍九是落後的 但是 大家是否後悔 我覺得其實四圍九 都可以想一想的 如果真的追回落後的話 它真的會落後 我覺得都值得去 去想一想的 我覺得我研究過 為什麼它這麼落後呢 是因為它的遊戲 應該大家有些擔心 它的遊戲的表現 會不會太好 但是 因為它才有一個新遊戲 好像要退遲了會出 但是 我前途上 我覺得之前的時間 至於你的暴雪那邊 有一些合作 就是下半年就再開 怎麼會對它有利 不過我的股價 是真是落後一點 追落後 可以想一下這個 嗯嗯嗯 好適猜 楊太博哪一隻 哪一隻 老牌偷飾股 是不是 303 如果你的老牌偷飾股 我猜你說這一隻 303 我猜楊太說這一隻 即是比較落後的 落後的那些 收飾股應該是這一隻 458 這隻是 它有買的 鸾 就買這些 我不懂的 這些不適合 楊太太疏落了去成交 所以這些東西 反而你要買就 如果你本身有看開的話 OK的 但是不特別去 如果你說這些的話 我們已經買303 那它也值得高的 303 嗯 但是都是 這些純粹是擺在那裏 當作修飾的概念 還有現在有市 因為市 被拿上去的時候 一定會問一些比較上系 是比較科技股 那些 嗯 是的 你票房怎麼說 昨天是4億多 今天是1.5億 那這一回合呢 這一回合 說真的 票房收穫了 怎麼說 我覺得 跟之前比的話 應該 因為預期不高 預期應該預算 這幾天 大概 加上了 大概15億左右 嗯 那 10億都算好 應該相當時都算好 那現在 第一天是4億多 那現在1億5億 大概是6億左右 那最好是3日時間 那你說 你有沒有達標呢 應該的機會都大 不過 你看市怎麼去反映這件事 嗯 但是就是 這樣的情況 那 票房收穫就沒有特別了 嗯 所以都沒有 沒事 真的沒事 嗯 我又想問 現在的市 不斷衝衝衝 買一些修飾的 有沒有傻 其實沒什麼傻 沒什麼傻 對 就是你會跑輸 你會落後 然後你買那些 又不太會升 所以我的那些 還不太會升 因為那些比較少 都是一些 修飾的 但是沒什麼 這些修飾股 就預計了 就是比較平穩一點 去行的 是 所以又沒有特別的 但是呢 因為現在的問題 就是 有些人可能 take profit 但是衝的那些 就是 比較高風險的那些 我們又 好像又不會高追 但是買一些修飾的東西 它又不動 那我們的錢就這樣 等在那裡 不搞它 所以這件事是很過癮的 就是 你問我自己的話 基本上 我投資股票的錢 都是在泰國 你股 是啊 都是在那個 都是買東西的 來放了 但是如果你說 假設你又嫌它慢 那你自己就勤量一下 將一些修飾的東西 不可能減一些倉 賣一些進取的東西 但是我這些 一向都是長線的時候 真的修飾的東西 沒有說不行 這些其實是很過癮的 也沒有必要 每個貿易桌的東西 對 所以覺得想說沒有風險 覺得想說跟著市升的時候 不可能遲轉 減一些修飾的東西 加一些進取的東西 就可以了 所以沒有所謂 日經呢 日經那時候 Kavin二八八八炒上去 因為它的業績好 它的業績是有點兒 跟市場預期差很遠 市場預期它本身的業績是倒退的 我看到那些漢金蕭組 全部都說它的業績金錢應該是倒退的 但出來的數是OK的 它那個利息收入也好 非利息收入也好 全部都比預期好 所以它升8.5%很合理 是的 英俊的那條數都OK的 阿聶 楊泰也OK的 美股公務的那條數 但是 也可以說它的股價會這麼強 就真的有得解 但是突然說 銀魚那些 它真的不知道那邊是怎樣的 因為銀魚都是如果這樣計算的話 銀魚都很落後 銀魚都是完全地落後膠關 是的 所以就真的有趣 你看這個板塊 開始的板塊都好 好像美股媒真的會很強 嗯 但現在這位你有沒有必要追呢 就是 Kelvin有時候 你講一句很簡單 要做分析的話 不是那麼簡單的 雖然有看2008%的文件 還有它的數字很有趣的 因為它的業務 有很多不同的地區 但是跟 你說不用比較的話 其實就很難做一個正式 就是很難這樣比 你說香港區的話 應該 我想都是 可能銀魚都會好一點 一些這樣 嗯 是的 天採價 是 問電力股 我剛才就在想 有沒有 即是有沒有極端天氣 或者是一些 季節性因素 夏天很熱的股份 我都是在想 電力股 電力股也叫做 頂得住的 是啊 電力股頂得住 它又不是很差 即是那邊這麼多 它又叫做平穩 那麼 但是買 DETA FIRE 買836的話 都是用來收息概念 因為它是息高的 這些都是比較上幾個 是防守營的股份 那你和 即是現市況裡面來計算的話 這些股份就真的會跑輸 所以你見這些錢 其實真的在這些股份上 反過來 嗯 所以你見值得到跌倒 好像華電107這些 那些是多的 那些華電也是 是的 不過我守住50篇線 是的 因為它們本身之前的時間 真的升得很厲害 那現在的錢 那些股份上的時間 那些錢就在那裏退出去 把其他東西 所以現在你說買的話 沒什麼意見 因為現在這一隻都是 都是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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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但這些你預算是用來擺 如果用來炒的話 就不是用來炒 嗯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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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升了很多 剛才你馬上看16690 621 621 沒錯 冷氣 但16690即是好 所以我想極端天氣 有沒有失修 或者重建 有沒有這些概念 到香港應該真的沒有 那些 還有那些應該是 那些商品旗魄那些才有 嗯 嗯 是啊 金金 2008 保持著都不錯 不是 它業績這次真的可以的 它業績是挺厲害的 嗯 因為當中你有沒有騎人的東西 都有些 不過撇除那些東西也好 我覺得都算是這樣 嗯 因為這次的數字 其實它有彈的東西挺有趣的 是因為肯亞那邊 因為有些 叫做惡性通脹 埃及那邊 又因為有些 那些 幣值 變得太厲害 所以這裡 因為它持有美金 變相之下 它那些匯率的因素 那邊的比例就很厲害 但是你用正常的情況的話 裡面那邊又 就是那邊 你撇除它那個營業增長 大概一成多了 一成多都算是OK的 我覺得都OK的 我剛才又在想 那些內房未升上去 又說要補交流那些 水泥股又沒得想 就是防的那些爛尾 就是要 如果你要選這個板塊 直接選一些內房的那個 所以如果你看到那些 基本上 都 這些價格我不會 不會撐的 因為它這陣子 跟著內房也會反彈的 但是你水泥那個板塊 也都面對著 餐廳覺醒的情況 跟內房的情況相對相似 但是內房又可能更 如果更加直接的話 因為內房本身 你也可以說 如果你嚴格上跟它支持 那些歌的比較的話 都還差很遠 所以你說如果買回中海外那些 其實沒有問題 不過怎麼說呢 中海跟它前歌的比較的話 現在應該大概 我想差 現格來計算 可能你當它大概升到八成左右 但是跟那些最抄襲的 好像那些美容創那些 至少有10倍 很厲害 所以買回中海外又安全 但是你如果它那個升幅就不會 真的會 即是在彈幅上的話 你沒有其他那些那麼刺激的了 但是又真的 正在安全 全然這樣 10、70、升3 是啊 這也是 3、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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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Kelvin 不知道 我只可以說 但是沒有 現在 剛剛這段時間 你見一些 不要說它 你騰訊那些 8、4、4 那麼大 你美團現在的 Size 相對來說 小很多 現在只剩7千多億的市值 你市值小 不過這麼說 市值7千多億也不是小的 只不過現在你可能當資金炒作 嗯 Tony就說一些日圓 他說日本央行雖然很多外匯儲備 但只有1200億美金可以用來干預 上個星期已經用了400多億 所以剩下彈藥不多 我看到一篇分析或策略 就說現在要買日圓的 都應該要買 5元哪還可以便宜到哪呢 那這個 你想呢 不 都不 這樣老實實 你說之前 你當它穿5元 已經很低很便宜了 但是只不過就是 有件事 可能長期在這些位置上 上下下下 就輸 opportunity 你不想買它 我同意的 其實到這一位 你日本央行出手的時間 證明那個位置 都離不遠 差不多 但是只不過就是 你既然敢明知道 你明知道它的底線 也沒有什麼底線 我以為明知道 價格又到這一位差不多 又打不起 你既然這樣的情況之下 就好像剛才這樣說 你現在有一些日圓的 就留回去 但是你每天想買加日圓 就是想去旅行的時間 你才沒想一想 才再搶 才再搶 對 才再搶 對 才再搶 我覺得你去到五樓下的話 除非touch 去到四九村 不要說 但是 既然這樣的時候 還未分段買 甚至乎我們這些 現在多了日圓的話 我當然不特別唱 反而轉 再去日本的時間 再唱 甚至乎 不唱 更多 用Danny Card購 就算了 這樣 等一下 五元留下 買永遠沒有書 那 那 又這樣說 因為那句 你現在 你現在說五元留下 永遠沒有書 那你當作短期 短期這樣算 短期無人資 可能再全部都不出奇 但是我都相信 你可能以番義連計的話 這句話是沒有說的 就是人家恆子這樣算 恆子 其實當你兩萬點的時候 買貨 現在買貨也好 我偶爾說 這位沒有買貨也好 意思是十年後 我想恆子每月五萬八點 我十年後 你看到現在這一刻 一定不只這價 對不對 所以沒有什麼特別 很特別 很特別 要買什麼大力量 小燈 他最近小燈 我也有跟他 也不是 我沒有特別 我一向不會看其他人的 TLT買得了沒有 TLT 美國那些二十年期 有些人問過我 好像 之前是 因為有一隻 CSOP 有一隻 ETF是買債的 沒錯 就是等它真的減了 或者吹風真的減息 就可以買 這隻二十年期 這隻二十年期 又變成了 如果你說短息的話 那個敏感度不太高 是啊 是啊 所以如果 先說 七至十年 所以這個買過 我反而有 一般般 但是當這些 是分散投資買下 沒有壞的 七至十年期 有幾段 一至三 這個 我看美國 有些什麼再短 一至三 有 SHY 你那些對息口敏感 就會比較敏感 因為二十年 那些 基本上是看經濟環境 但是買得到沒有呢 其實昨天都說了 下一次一定不會加息 那息口已經 很穩定 你當它 也算是卡住了 是啊 是的 但是卡住了 問題是不等於 它立刻會減 你不減的 就是輸入 還有你追蹤有一個 uncertainty的東西 它說不減 誰知道突然間 通常更加厲害 你不知道 是呀 焗它加 是的 二零天線 月線 好像是21,800 好像是 那次下 現在下一點 21,400 好像是 是的 21,400 好像是 昨晚選了QT規模 債式跌一跌 就 沒有了 他回去了 有他 他昨晚有些事情做了 他減債 貿易有減的 六八九到二八五 好像是 始終的大方向 現在他還未定 你還看見 鮑威爾 他昨天也基本上沒有立場 他也不會說不減 但減息那個機會 他也說 在通脹做人 是不是 不過我之前 我都把我的NPF 全部轉到債 是 我也是 那這些長線 有鬼得去 是 不過NPF我也是不理的 是 我也是不理 隨便 就轉一下 有沒有機會追落後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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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NPF升上來的時間 都 剛才有人說 不知道什麼 升上來就是藍燈龍 水尾 都有點害怕 所以 但是沒有 Kelvin你有興趣的話 進去 我覺得 現在你覺得市場有得上的時間 你好像亞里 八道 網易 這些都還要落後的時間 你說最後沒有什麼 但是大前提 你覺得市場 是還未升完 這個位置 因為很明顯 這個位置 大家的想法會很不同 就像我這樣計 我都覺得市場升多 128點差不多 但是可能 不是 可能你覺得市場 可能升到19,000 你去19,000的時間 不用想 對不對 所以大家看看 看看怎麼行 楊太283 其實我有點想過 我買進去 因為這隻跌得多 我真的覺得它沒有理由跌那麼多 但是油價升 不是對它的煉油需求嗎 煉油的成本又會增加嗎 但是它是開採的 意思是油價升的時間 比油公司更加願意開採 所以油公司 如果油價升的時間 按照你283 那些油需求更加大 所以其實 對 應該照升上去 但你為什麼會對這麼多 因為它業績那次 業績不是很差 我覺得OK 但是馬上不知道 怎麼對下去 挺好的 去到五十天線 對 這件事我覺得OK 不過 既然有883的時間 對 就像阿滴所說 有883 應該不是這一隻 我還要加上138 所以我這兩隻的時間 再加上283 我覺得太過分了 太多了 我沒有 只有883 大家自己計算吧 這些我覺得 有283 真的挺OK 804 黏著五十天線 挺好的 穿就走 可以想想 941就沒有 好啊 怎麼會 不會 CALVIN 941 這些這麼慢 沒事的 OK OK 是啊 我之前十星期推介 這隻670 是想著它可以很像 規算型 怎麼會知道 原來是1055 所以1055出現業績之後 不知道多麼好 670就差一點 它的業績都是大幅改善的 但不至於是規算型 所以它搞得硬著 不過 明天還是什麼 明天還是什麼 明天還是指賺算 2883安心 不是 我真的受恨了 2883 真的 50天線 某一問怎樣定 止蝕 沒有的 村位還未走 這些 村位 即是50天線 是呀 是呀 所以如果你定的話 是很短的 基本上一村 就真的要走 一幾格 不多 但它Pricing業績的因素 沒有 出了季節就出了 所以現在 好像沒有什麼 是啊 所以變成你的賣 是純粹不村 真的 說實話 不村 可以 很容易 先想一想 是啊 大家再見 好啊 先搜尋一下 做人專一 不是一樣的 對油價專一 就可以了 都對的 是嗎 好啊 這節跟大家聊到這裡 Standing有沒有時候上術頭粉 有和大家辛苦了 謝謝Standing 這麼詳細分析 稍後回來 還有其他直播環節 稍後回來再見